欢迎来到智联招聘超梗之大会 我在家乡挺好的脱口秀观察 看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呢 应该正在春招 说到求职 我也面试过很多的公司 踩过很多很多的坑 比如大学的时候校招 我去面试一个县里的主持人 当地台里的HR啊 看我第一眼 就说我这个发型不行 指名我到哪哪哪 去做一个舞台发型 当时给我乐坏 我心想着 哎呀 还是我小伙长得帅 是吧 咱以后就是你县里的何炯了 结果到了一看 这理发店里还派着 十多个同班同学 里面分别有什么县里的王涵 还有县里的撒贝宁 都有 最后给我弄了一个 新闻联播的大尾头 要了我三百块 我后来才知道 楼下的发廊 是他小舅子盖的 现在年轻人呢 喜欢回到家乡去享受生活 跟北上广乡比 我觉得家乡 不是不卷 而是家乡没有卷的概念 实在是太刺激了 我真忍不住要赞美他呀 在节假日 你要问卷贱命的大爷 说大爷还卷吗 他都说卷不动了 是吧 所以这次春招呢 支联招聘也为大家了 回乡享福 做了很多很多的准备 在线发放高薪职位 一天一场 看直播 与家乡好工作双向奔赴 和我一起为家乡大爷 找靠谱工作 上支联招聘 我马上就要请今天的第一位开场演员 大家都知道第一位开场演员是压力非常大的 毕竟要带入到这个讲端子当中的角色 所以希望呢大家用最热的掌声 鼓励一下好不好 要不请第一位演员 童莫丹 超级开心来到支联招聘 超耿直大会 大家也都知道 我之前不是教英语的 我那些前同事们 其实也都转型了 原来他们都是同学们上课 现在也都变成了家人们上链接 就都开始直播上了 其实我之前还挺心疼他们的 我说还好我离职得早 还能干个脱口秀 但没想到 就是我们脱口秀演员火了之后吧 也是做直播 我要是没做脱口秀 我估计我现在已经带货两年了 我之前在美国留学过两年 我当时的那个专业叫做ESO 它叫做就是英语教育 它这个专业 就是你在美国要找一个对口的专业 就是你一定要是当一个英文老师 去用英语去教美国人说英语 那场景还是挺尴尬的 就是你想想这个场面觉得绝望 我那学生都以为我是美国长大的 还问我 说老师您那个是佛罗里达州的 还是加州的呀 我还挺扭念 我说You're a teacher comes from通州 所以当时我在美国刚毕业 有很多就是企业就来我们学校 去开那个宣讲会嘛 有一家公司还很有诚意 就是开宣讲会来了四个合伙人 到了那儿一入职发现 就公司一共就五个人 除了我以外四个全是合伙人 只有我不是合伙人 什么脏活累活都让我干 这四个合伙人 合伙欺负人 而且我当时找工作 我觉得不太顺利 就是因为信息太闭塞了 不像现在有智联招聘 你打开APP里的靠谱企业榜单 全是那种高质量的企业 不仅真实可靠 而且你选择的工作种类也非常多 所以我也希望我的经历 能够给那些留学生的朋友们 一些帮助 所以你看 还是自己的家乡好 我在家乡真的挺好的 谢谢大家 我是陈克兰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有请登奖 很开心来到今天的超耿直大会 就很多人会觉得 学历高的人很好找工作 其实不是这样的 就学历高的人 更容易高不成低不就 我因为内向错过了很多工作机会 错过了校招 我就病急万头一 随便找了一家 就去了一个影视公司当编剧 当时我们写一个悬疑片 公司老板天天过来帮我们捋人物 说写悬疑片呀 最重要的是人物动机 你这个人物的作案动机是什么 我说他的作案动机是 他进了一家影视公司 招人信息上薪资写着一万二 实际到手四千 老板还插手剧本创作 老板说改一下 让他实际到手三千 臭妖脸 那时候要是上的致连招聘就好了 平台上发布的职位信息 真实有效 非常靠谱 让你根本想不到作案动机 人工更快乐 老板更安全 有一次我照镜子 发现我有一根白头发 那一刻我就特别想回老家 因为你在外面看到自己长了白头发 你就觉得我压力好大 我好飘火 但在老家长了白头发 你就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一个本地人 把一根本地白头发 扫进一个本地垃圾桶 心里就觉得非常踏实 我觉得这就是回老家 对我最大的诱惑 就是我能成为一个本地人 很多人问我效果怎么样 一个人在外地会孤单吗 其实在效果也有挺多内蒙人的 跟家乡也没有什么区别 效果是我家 我在家乡挺好的 谢谢大家 我是鸟鸟 谢谢鸟鸟 下位出场的这位呢 他不是专业的图国旧演员 但是却是今天我非常尊敬的一个人 因为他是今天的金主 让我们有请 智联招聘的CEO 郭胜 大家好 我是智联招聘的郭胜 很荣幸请到大家 目的就是要告诉大家 春天来了 又到了 招聘的季节 选择一份职业 就跟选对象一样 两个核心考虑要素 第一个就是要跟对人 你选的是人 而不仅仅是事 第二个就是要清楚自己内心 到底喜欢什么 这样即便挣不到钱 但最少你是开心的 今天这场活动 我们其实是花了不少钱的 他们越开心 我心里就越痛了 90后 00后谈恋爱 更多的只是享受当下 工作也是 干得开心最重要 不开心就换 当然了 工作跟恋爱最像的一点 就是很多人 明明已经有了一份白天的证识了 还想着晚上找兼职 我碰到很多职场中年人 非常焦虑 他们问我 要怎样才能保持自己的竞争力 我说光焦虑是远远不够的 你还得绝望 绝望了才有动力好好工作 另外我们有数据显示 离异的人 他的工作动力是最强的 因为他要找新花 就必须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和现金储备 现在大家知道了吧 为什么效果发展的这么好 老板和编剧 都已经功身入局了 这我们智联一直强调 找工作要靠谱 这才是最本质上的事情 跟谁谈不重要 那啥是靠谱工作呢 这个跟找对象又比较类似 首先要争 这个我听说过很多求职者 被骗的案例 骗钱那都算是什么小事 还有人骗到东南亚 去做电信诈骗的 很多求职者在某些平台上 看到一些工作非常吸引人 以为过了这个村 就没有这个店 结果就被骗去了缅甸 我们特别在意这一点 企业发布的照片信息 那工资必须是真的 写多少就得发多少 假的是绝对不行的 当然如果企业往多了发 我们也不会追责 很多人都以为 我们掌握了什么职业密码 都来问我 怎么做职业规划 我的回答都是 职业是没办法规划的 如果以后工程名就了 对吧 这个继续来采访我 我肯定会说 这一切都是我精心规划的 职业上还有全国的 各类城市在招人 就业环境都非常好 很多干自媒体的年轻人 在我们平台上 找到了鹤岗的工作 挣着一线城市 三万块钱的工资 住着总价 三万块钱一套的房子 幸福感非常高 不一定都非得住在一线城市 都非得往一线城市跑 所以呢 才有今天这个副主题 我在家乡挺好的 有的人可能会问我 在家乡挺好的 那你怎么在上海 不回老家 朋友 阿拉斯 打黑您好 朋友 悲喜交集 打黑 打黑 打黑您好 打 打 打黑您好 幸福感非常高 打黑 打黑您好 精心规划 谢谢大家 我是郭盛 有请梁海元 大家好 我是梁海元 大家找工作 都想找最理想的工作 都希望找一个 钱多事少 离家近的 我刚毕业的时候 我就发现 要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 实在太难了 所以最后 我只好妥协了 找了一个钱最多的 找过工作人员都知道 很多公司为了掩饰 钱少会给我们画饼 对吧 我们虽然工资不高 但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我到您这打工 我不为赚钱 我为的是 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这话说的 好像工资高的公司 就学不到东西一样 对吧 我从来没有听过 一家公司说 我们工资很高 但学不到东西 有的公司为了 不强调它的工作时长 然后会说 我们是弹性工作制 对吧 这个弹性 只会往八小时以外弹 对 把你的业余时间 弹得越来越少 把你的人 弹得越来越老 弹弹弹 弹出余伟文 钱多是少 离家近这三项 其实最可控的 就是离家近 因为你可以回家乡找工作 对吧 大学生毕业找工作 特别容易踩坑 我们都要小心 防范 需要一些真实的评价 去帮你辨别这些信息 好在 智联招聘 聚合高质量企业 提供靠谱企业榜单 这个有多靠谱呢 跟你们说 效果这么优秀的企业 都没有上过 智联的热门榜 虽然我在上海 现在发展的还行 但我其实也还 挺想念我家乡的 因为我待在上海 只是一个普通的 偷口秀演员 但如果我回广西的话 我就会成为普通话最好的 偷口秀巨星 谢谢大家 我是联合员 代表演员呢 我们有请 徐志胜 大家好大家好 我是志胜 大家好我是志胜 很开心来到咱们智联招聘 超耿直大会 今年确实在家乡挺好的 偷口大会 就在我老家山东路的嘛 刚开始去啊 大家都说 我们山东演员 有主场优势 心里都很不服气 我就问 你们这有啥不服的 他们说 我们啥都不服 我们就连水土都不服 今年我就靠着老乡的热情 比赛拿了第八 去年没有老乡的热情 拿了第四 哎呀 真的 我在老家的朋友还经常说啊 说真羡慕你在大城市的生活啊 说我们在老家生活太稳定了 每天下班都不知道干啥 我说你来的大城市 你确实知道下班干啥 但是你每天都不知道 啥时候下班呀 真的 就你下班的时候 你想去的地方都下班了 最后你下班就只想回老家 真的 我一个朋友还告诉我 说师生 很羡慕你们大城市 可以挤地铁啊 我一开始以为 他是在讽刺我 后来知道他是真心羡慕 因为我们老家没有地铁 我说确实啊 这个挤地铁太刺激了 但你知道挤不上地铁 更刺激 就你很难想象 你在大城市拼尽权力 不顾心向 连拉带队的 只是为了和别人竞选一个 谁可以按时上班的机会 在老家找工作 确实挺难的 不过还好有直连招聘管我 还有谁 都是真职位 好奇 我兄弟友人 我有直连招聘 我感觉我更靠谱啊 我最近还发现啊 我有的朋友通过云办公的方式 即使生活在老家 也能有大城市的工作机会 但朋友其实也是会担心 毕竟异地嘛 每天都是在线上联系 没办法见面 会不会时间久了 老板觉得他对这份工作 没有感情了 选择和他结束这段劳动关系 我劝他不用担心 工作码还可以再找 直连招聘我在家乡挺好的 希望各位都能在直连招聘上 找到好工作 谢谢大家 我是志胜 今天我们说的表演都结束了 大家开心吗 开心 我们也很开心 毕竟下班了嘛 如果大家今年想找工作的话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直连招聘 毕竟找靠谱工作 上志连招聘 拜拜 大家好 我是鸟鸟 前几天我去拍了个时尚杂志 是的 时尚圈已经找不到人了 服装老师会频繁地给我调整衣服 每次来他都会悄悄跟我说 吸一吸肚子 吸一吸肚子 而我都会告诉他 已经在吸了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你以为我在躺 其实我已经在卷了 今天我们聊躺和卷的话题 躺和卷怎么选 这个题目就给我们一种假象 好像我们有的选 我们之前思考过那种电车难题 是吧 一条铁轨上躺着五个人 一条铁轨上躺着一个人 问如果是你火车该往哪开 是吧 但真到了社会上我才知道 我决定不了火车往哪开 因为我就躺在铁轨上 我们这些脱骨秀演员都躺在铁轨上 只有李旦在开火车 他想压谁就压谁 我们被李旦压 李旦被网友骂 我很少思考怎么选的问题 因为我知道 每个人的选择范围都是有限的 小时候妈妈领着我进小卖铺 问宝贝 你想吃薯片还是辣条呀 我指着老板背后说 妈妈我想要那个电视 我妈说 我是不是又给你脸了 这也让我想起我学二胡的过程 在我小学二年级的一天 我妈问我 宝贝 你想学二胡吗 这就是我人生面临的选择 我妈没有问我在钢琴吉他和二胡里 你想学哪一个 她问的是 二胡你想不想学 在二年级的我听来 这句话就是 这个脸你想不想要 所以我就被迫开始学二胡 学也学不在心上 每天我妈上班前会跟我说 我去上班了 你自觉点 该干啥干啥 我就知道 我该看电视了 但我也没办法踏实地看 我会焦虑自责 会想我为什么这么不自觉 所以我就会一边看电视 一边拉二胡 我给电视配乐 那时候再播家有儿女 有一集他们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 夏东海不在 我一拉就感觉夏东海再也不会回来了 但我卷了很多年二胡 好像也没什么意义 因为二胡不是一个适合展示的乐器 也没有办法吸引异性 你能想象吗 两个男生走在街上 突然一个碰碰另一个说 哎 两点钟方向 两点钟方向 有个女生在拉二胡 你有零钱吗 除了拉二胡我也卷学习 拉二胡和做题 这就是儿时的我能为人生所做的全部准备 所以现在我的思维很简单 就是遇到困难就想刷题 包括参加脱口秀大会 我也总想如果有一套真题刷一刷就好了 最好有一本五年大会三年模拟 每次主题赛宣布主题 我听到的仿佛都是 字数八百文体不限 诗歌除外不要退赛 有时候还有附加题 已知云南白药口腔修护寒树叶 搭配活性态牙膏 帮助修复口腔粘膜损伤 问 如何将以上信息巧妙地融入段子 这道题我已经答完了 有的时候如果不会做呢 把题杆抄下来也能得分 但我到社会上才发现 会做题也没有用 因为很多人生最重要的问题 参考答案都是略 我和他能长久吗 略 我这么加班真的值得吗 略 我的人生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吗 略 我就感觉生活在嘲讽我 好像他说 你想知道答案吗 就不告诉你 略略略略略 躺和卷怎么选 我每次坐飞机都会纠结这个问题 我每次上飞机都会既带着U行诊 又抱着笔记本 低头写稿会想不行不行 颈椎要完了 躺着睡觉会想不行不行 工作要完了 我这个人就是躺的时候想卷 卷的时候想躺 永远年轻 永远左右为难 一切都是最不好的安排 所以你要是让我选呢 我会选躺 但如果实在让我卷呢 我也服从生活的调剂 我希望有一天 我对生活的态度 能像生活对我的态度一样 就是 谢谢大家 我是尿尿 大家好 我是尿尿 去年我讲了容貌焦虑的段子 是吧 今年我就开始身材焦虑了 因为之前我看到一张表格 上面有我们很多人的身体数据 就有个同事指着其中的一栏问 这是谁的臀围啊 这么大 服装老师说 这是鸟鸟的腰围 我就琢磨着该减肥了 我妈也很关心 不知道她从哪听来一句 健身圈的口号 说自律给你自由 我当时听了我就有点生气 我想上高中的时候 你说上了大学你就自由了 上大学你说工作了 自己赚钱就自由了 工作了你告诉我 下了班就自由了 好不容易熬到下班 你告诉我自律给你自由 就能不能不要再给我画饼了 我咽不进去了 我在借碳水呀 我说我一个搞脱口秀的 我不靠脸吃饭 是吧 我平时的工作就是搞创作 我妈说创作怎么了 很多作家也都在健身呀 你看人家海明威 是吧 刺威格 我说妈妈你是真的会举例子 死的比这俩惨的作家都不多呀 我觉得自律和自留 这两个词本身就很矛盾 现在网上到处都是很矛盾的话 我在知乎上看到一个问题 说年轻人如何佛系的奋斗 我想你都要奋斗了 还要佛系 这也太矛盾了 怎么奋斗啊 南无阿弥陀佛 我觉得自律给你自由这句话 他真正想表达的是 好身材能吸引异性 健身有助于求偶 所以想到这里我就去健身房了 我是为了去积累素材 我早就知道健身房 是当代著名的消费陷阱 果然一进去 就有一个教练要给我卖课 他说你的体态有问题 我说对 我圆肩驼背 骨盆浅清 还有膝超身的问题 整个人看起来没有自信 再不健身就完了 教练说 啊 你也学过POA啊 后来又来了一个教练 让我真的对健身产生了一些兴趣 因为他教得很专业 也不着急卖课 最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个帅哥 对 我也有眼睛 他会教我做一些器械 有的器械就特别磨手 我做完一组就会搓搓手 教练说你刚开始练 手上还没有剪子 我手上剪子就很厚 你摸 当时我就想我的天呀 帅哥让我摸他的手了 开玩笑 我想的是你胸肌上有剪子吗 然后就摸了嘛 就买了一万块钱的课 有的时候你明知那是消费陷阱 但是当陷阱里站着一个帅哥的时候 你只会感到喜悦 你只会想太好了 天上掉陷阱了 帅哥还每天监督我早睡早起 让我跟他汇报今天吃了啥 我感觉自己雇了一个妈 但我已经有一个免费的妈了 健身实在是太辛苦了 每顿饭都要计算热量 一定要特别标准化地饲养自己 力求把自己的肉质养得特别柴 而且经过我仔细观察呢 我觉得健身房啊 可能是一个物理老师发明的 我就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 见过这么多订化轮 大家都练得汗流浃背 把一个哑铃举气放下几十次 然后放回原处 连西西福斯看了都会说 这做的是无用功吧 最怕的是你刚努力了两个月 好不容易有点成效 结果遇到一个好久不见的老朋友 见你第一句话就是 你是不是胖了 所以现在我就放弃了 我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 再帅的教练都无法激励我了 我一想去见他还要借糖借油借碳水 我就觉得算了 我还是借色吧 自打扮了健身卡 身体没有变健康 灵魂得到了升华 我现在饮食特别油腻 内心十分纯净 我也理解了自律给你自由的真正含义 就是只要我自律的不去想胸肌 我就可以自由地吃炸鸡 谢谢大家 我是鸟鸟 大家好 我是鸟鸟 我也是一个全日之女说师 我之前一个人在上海居家了两个月 怎么说呢 我现在特别热爱社交 因为一个人居家真的非常难熬 我之前完全不会做饭 有人问我说你一个女孩子难道之前没玩过厨房玩具 没玩过过家家吗 我也玩过家家 但因为我从小就话少又懒得动呢 我都是演爸爸 我妈也经常劝我说你要学学做饭 但对我来说做饭很难有成就感 因为你饭做得再好 都很难把劳动成果留存下来 我妈说但几年前还出土了几个未进南北潮的饺子 我说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它好吃的话呢 当初根本就不会被剩下来 总之我平时都是点外卖 真到自己做的时候才知道和别人差距有多大 别人都会一些拿手菜 我会说这个菜我特别拿手 我只能说这个菜我非常棘手 除此之外我还会一些烫手菜和切手菜 除了操作上的困难我还缺乏常识 我在家用平底锅 小心翼翼地做了一周的炒鸡蛋 才发现要做一个成型的鸡蛋饼呢 是要加面粉的 我知道了这个诀窍又把饼做得太厚 那天我打开一个五分钟快手菜视频 然后在厨房里忙活了两个小时 最后做的那个鸡蛋饼外焦里生 外面已经焦黑了 切开里面还会流汤 外有致癌物质 内涵沙门势菌 我的朋友听闻了我的试剂呢 都说我是绝命厨师 总之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我烧坏了两个锅 手机进水了一次 煎个鸡蛋还把美气灶的灶眼堵死了 我总结出了规律 我干的活越多 我家能用的东西越少 我的朋友都很担心 我说你小心点别把家给点了 我说放心吧 灶眼已经堵死了 最让人挫败的是 经历了这种种的困难呢 我做的饭仍然非常难吃 每天我做饭两小时 吃饭十分钟 洗锅一小时 谁能想到这其中最煎熬的 竟然是中间的那十分钟 厨房在文艺作品里是世俗和平庸的象征 但我们都误会了 厨房是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厨房里有刀 有火 有油锅 你们知道哪里还有这个配置吗 地狱 这也就是我对厨房的感受 我也理解了为什么大家去这两个地方用的动词都是同一个 所以当别人问我你下厨房吗 我都会说我下地狱 我每天要下三次地狱 我一个人住嘛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我才做了几天饭就崩溃了 我又一想 妈妈做了二十多年的饭 我心里现在想起来就会觉得很崇敬 有人问我说那你现在一定很想吃到妈妈做的饭吧 那倒也没有 我妈做的饭也不好吃 我在上海还要给我爸点外卖呢 也有朋友安慰我 说你不会做饭呢 正好筛掉了一批不合适的男生 我说对 我筛掉了一批需要吃饭的男生 教育部发布了新的劳动课程标准 从今年九月起呢 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也要会做三道家常菜 怎么说呢 我想生孩子 你们也知道我们的比赛压力很大 所以我昨天请了几个演员朋友去我家吃饭 时间应该也差不多了 我今年的策略就是 要想避免他们站起来挑战我呢 就先让他们站不起来 我来之前还想我的稿子里有地狱 会不会太沉重了呢 但今天看到这个舞台 所以我现在心态非常的平稳啊 只有我只有两条路啊 晋级上天堂淘汰下厨房 在我天堂 谢谢大家 我是尼尼 大家好 我是尼尼 我在脱口秀大会上讲了一些内向的段子 现在还有点出名了 所以我现在是出了名的内向 以至于别人看到我参加聚餐 都会跟我说 我说你竟然来了 我说是啊 不是你邀请我的吗 他说但我没想到你真的会来呀 当时空气安静了一分钟 轻轻松松又产生了一个社交名场面 人们觉得内向的人好像完全不出门 但其实内向的人也是会户外运动的 有一次我去玩飞盘 网友说竟然连鸟鸟都去了 我觉得很奇怪 飞盘狗都能玩 我为什么不能玩呢 当然人们可能宁可和狗玩 因为虽然狗也不说话 但他们看起来比较外向 这里也没有说外向的人都是狗的意思 还有一次在健身房 我练得满脸通红 面目猙獰 突然有个人走过来指着我说 它是鸟鸟 当时我就想糟糕 被发现了 当我灵机一动 突然大笑 我说哈哈哈哈 没错 我就是鸟鸟 一个人说 对不起 是我认错了 以上是社交名场面第二则 我觉得内向的人社交之所以困难 是因为大家对内向还有一些误解 在一些人的理解里 我好像都不能快乐 不能笑得很大声 如果笑得大声 人设就破了 但内向的人也是可以大笑的 不能大笑那不叫内向 那叫抑郁 我经常大笑 看短视频大笑 听脱口秀大笑 被人认出来也会大笑 哈哈哈哈 我为脱口秀付出太多了 太生气了 其实内向的人只是不太喜欢社交 不是不能社交 内向和社恐是有区别的 真正的社恐 密恐 恐高 洁癖 强迫症 那都是病 内向又不是病 病至少是可以治的 内向只是一种终身伴随的性格缺陷 不影响寿命 我甚至认为我们内向的人活得更久 万一活得短呢 我们也不会到处说 有人问我说 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们呀 我说 你把我当正常人就行了 有时候外向的人和我说话 也会有点小心翼翼 我心里就有点生气 说好的外向呢 怎么遇到内向的人就不会说话了 我内向还是你内向 托不花托总在书里写 他小时候也很内向 但后来他明白 和人沟通不是说话越多越好 关键在于是否让对方觉得你在倾听他 技巧高超的人 即使一直说嗯 也能完成一场社交 原来这就是内向者的技巧 我以为这是内向者的症状呢 你想想别人问你吃水煮鱼还是小龙虾 你说嗯 别人问你喝奶茶还是喝可乐 你说嗯 别人问你是不是不想跟我说话呀 你说嗯 你是完成了一场社交 你也没有第二场社交了 其实上了节目之后 我的社交还是比以前轻松了一些 因为我心里有底气了 之前我害怕我内向影响工作 影响关系 但现在我有演出 有观众 我知道即使我做真实的自己 也总有一部分人会喜欢我 甚至大家都更爱跟我在一起 因为只要有我在 场面尴尬就怪不到他们 最后我想说 虽然我话少内向 会突然哈哈大笑 但我是个正常人 谢谢大家 我是正常的鸟鸟 大家好 我是鸟鸟 我是个内蒙人 我的老乡 李旦 Rock和杨萌恩 都在讲脱口秀 所以我想我可能也可以 你们可能看得出来 我的性格特别的活泼 我从小就这样 爸妈为了改变我 让我学了音乐 我学的是二胡 世界上最欢快的一门乐器 小时候大家学的都很高端 钢琴 单簧管 小提琴 只有我拉二胡 很多小朋友嘲笑我 除了我最好的朋友 学的是唢呐 我们立志 等我们长大了 五六十岁 就在公园里 组一支乐队 把那帮学钢琴的送走 我这个性格没有办法演奏特别欢快的曲子 你们可能都听过一首曲子叫赛马 别人拉赛马就让你觉得那些马都活力四射 热爱比赛 我拉赛马就让人觉得那些马 比什么赛呢 每匹马都是要死的 由于我性格比较内向 可爱 由于我性格比较内向 所以我常常没有什么存在感 刚才在卫生间 我把手伸到水龙头下面 都没有水流出来 这是什么破包 我就 我想我早该习惯这种被忽略的挫败了 然后这时候旁边有个人把开关搬起来 水流出来了 我也不喜欢和人打招呼 因为总要说一些没用的话 来了 吃了吗 天气不错 谁会真的关心这些呢 什么时候我才能问一些我真正在乎的问题 比如杨岚老师 你好 我有可能得到您的排灯吗 我这样的人也很难谈恋爱 因为我很难判断对方是不是喜欢我 书上说如果对方对你有好感 他看你的时候 瞳孔就会变大 但是我没有办法 毫无理由地看别人的眼睛 我就上网查询了 艳光师资格证的报考条件 到时候就来测个同据 大夫我多少度 不重要 你不爱我 有本书叫《内向者优势》 他安慰到我了 但是没有一本书叫《外向者优势》 我就安慰我外向的朋友 我说其实你们也有优势了 他说我知道呀 我们的优势就是活得非常快乐 不需要看一本书来安慰自己 我说你知道快乐的人也是要死的 我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 甚至超过我个人的感受 即便现在我被一只老虎咬了 都很难立刻喊人来救 因为如果没有人救 我只是可能会死 可是一旦有人救 我还得跟他打招呼 哇 这个很好啊 这时候如果武松从我面前走过 我都会想 我应该叫他吴老师 还是叫他松哥 如果叫吴老师就太疏远 当然叫松哥又太亲切了 武松可能也想 他身边是不是有一只老虎 但是他没有叫我 如果我贸然地过去 会不会显得我不信任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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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显得有点危险 会不会显得相当危险 非常危险 好像就我会打老虎似的 老虎可能也想 为什么突然这么尴尬 是不是我咬人的样子太奇怪了 我就知道我的虎牙长得有问题 我很想做一个外向的人 因为外向的人就像太阳 热烈 明亮 引人注目 内向的人就像月亮 只要有太阳在 没有人能看得到他 到了晚上太阳休息了 月亮还亮着 因为他在琢磨白天的事情 根本睡不着觉 他在想 我可能还是应该叫他吴老师 谢谢大家 我是鸟鸟 大家好 我是鸟鸟 大家好 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 叫体相障碍 体相障碍是一种认知障碍 通俗地说 就是一个人其实不丑 但是他觉得自己长得丑 我想去医院看一下 我有没有这个毛病 又怕医生说我没有 理发师总是建议我剪一种发型 就是前面一个刘海 两边也剪短 修饰脸型 底层逻辑就是 用我的头发尽可能多地把我的脸盖住 我觉得他还可以再激进一点 给我剪成真子 我觉得真子可能也只是一个自卑的女生 就这么打扮是她的一种防御手段 用来安慰自己 别人见到我就跑 肯定不是因为我的长相 只是因为我的穿搭风格 从小就知道我长得挺普通的 因为我妈天天跟我说 女儿啊 你得好好学习 女人不能要一头没一头 我后来就只好考上了北大 我是考研进去的 复习期间我怕考不上丢人 就不敢告诉别人 我考的是北大 我就只能说我考的是清华 但上北大也并没有改善我的处境 做一个长相普通的女生 仍然非常难 就是你好像做什么都不对 你不打扮吧 人家说没有丑女人 只有懒女人 在这句话出现之前 我只是一个单纯的丑女人 你要做什么坏事 人家就说真是相由心生 你要与人为善吧 就会夸你 真是人不可貌相 我要说我觉得自己挺好看的 那你得有点自知之明 我要说我觉得自己不好看 那你得接纳自己 还有大家平时晒的图片 也都太好看了 什么时候能晒一些 既彰显个性 又不涉及美丑的东西 比如指纹 因为容貌上的自卑 我放弃了很多事情 不要去面试 肯定选不上 不要联系它 肯定没结果 不要抢银行 会被监控拍到 我又不上镜 但长成我这样 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 我经常示弱 撒娇 未经允许就吃男生的冰激凌 但从来没有一个人 说我是绿茶 他就是馋了 上次我去美妆店 店员推荐护手霜 他说你知道吗 手真的很重要 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 我说谁能先救救 我的第一张脸 他说女人不能要一头 没一头 世界对普通人来说 是很现实的 就是你必须具备功能 才有存在的价值 但美人只需要存在 就可以了 你不会见到一个人说 这个花瓶 保温吗 我知道美人和普通人 面对的世界 是完全不同的 连死亡都无法消弭 这种差距 上世纪八十年代 在我国西部 出土了两具 三千八百年前的人类遗体 人们把它们命名为 楼兰美女和干尸二号 这事其实是我编的 但你们是不是觉得 特别合理 就我觉得我们普通人 平时可能太低调了 就我们总是想 我这样的就不发自拍了吧 这就造成了幸存者偏差 使得网上都是美女的照片 让大家觉得美女才是正常的 我觉得我们也应该 多在朋友圈 发一些原始的自拍 让美女无地自容 我相信只要我们团结起来 勇于展示自己 总有一天 人们都会关闭朋友圈的 谢谢大家 我是鸟鸟 大家好 我的孩子哭声这么大 肯定是个男孩 看到我是个女孩 我爸的哭声比我还大 我当时就想 我爸哭声这么大 肯定是个男孩 女生总是会受到 和男生不同的评价 我遇到过一个老师 如果男生数学考了100分 他就会说 男生就是聪明 女生数学考了100分 他就会说 女生也有聪明的 有一次我就站起来 我说 老师您这个话说得不对 老师说 你考了多少分 我就又坐下了 女生不只有聪明的 还有鲁莽的 好像大家对男生 就比较宽容 不管一个男生 学习多差 都有人说 男孩嘛 有后劲 上了初中就好了 男孩有后劲 文理分科就好了 连我奶奶都说 你爷爷有后劲 坟头草老高了 我看到一则新闻 深圳一名女性 离婚后得到32套房 哇哦 我也想和她老公离婚 我也想和她老公离婚 我再一查 这名女性婚前有64套房 因为总是被和男性比较 我就特别想证明自己 甚至每次我和男生 一起过地铁炸鸡 如果我比较快 我都会yes 可是跑这么快 又有什么用呢 到最后 别人眼里 我最伟大的成就 还是成为一个妈妈 当妈妈太难了 因为可能会养出一个妈宝 妈宝呢 有男有女 在这里为了方便 我们就姑且称她为 妈宝男吧 哇 都还挺啊 真啊 妈宝男这个群体 非常奇怪 就她明明没有犯法 但你总想制裁她 一个成年人 总是把妈妈挂在嘴边 你说她是怎么被教育出来的 是不是她妈妈天天对她说 孩子以后在外面提我好使 那我们应该怎么 鉴别妈宝男呢 我觉得你就可以直接问 你是妈宝男吗 我不是 你为啥不是 我妈说我不是 几乎每个妈宝男 都有一个强势的母亲 和一个缺席的父亲 明明爸爸也有责任 为什么要叫他妈宝男 不叫他爸肺男 如果爸爸特别肺 还可以叫他爸肺特 努力一下 而且即便妈妈当得好 又能怎么样呢 能把孩子当成自己的作品吗 每次我妈跟我说 你就是我最好的作品 我都说 妈你这就有点物化女性了 我希望在未来 妈妈这个职业 可以有更为科学的晋升机制 就是如果我拿了 全国奥赛金奖 那么我的妈妈 可以有机会跳槽 成为易烊千玺的妈妈 易烊千玺拿了 表演类的奖项 那么易烊千玺的妈妈 可以得到晋升 成为易烊千玺的爸爸 实现真正的自由 谢谢大家 我是娘娘